伊拉克警方表示,一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巴格达北部地区炸死41名什叶派朝圣者,并且造成至少100人受伤。 当地官员表示,这起事件由一名女性发动,她星期一在朝圣人群中间引爆一条装满炸药的腰带。 这批朝圣的人这个星期和数十万什叶派穆斯林一起前往南部城市卡尔巴拉。 很多什叶派穆斯林都在悼念一位受尊敬的什叶派领导人去世周年,40天悼念活动刚刚结束,近年来暴乱分子经常袭击朝圣的人。